休息够了 哎呀我再研究一下我这个车是怎么收拾 我这车非常散啊 慢慢收拾不着急 整个全部都拿出来 慢慢往进搬 这个面粉 你拿一下帮我拿一下面粉 面粉是开口子我开侧面的 哎呀 我都没想到这个车这么能装 对呀 而且还没装嘛 这样就算是繁锁了 防蚊子 防蚊子 这边是有蚊子的 我真的是脑壳疼啊 明天早上再说吧这个太害怕了 未来这几天我就住在这里喽 先呢给大家复盘一下我从哪里出的发啊 这里是墨尔本 我呢从墨尔本啊到的这个阿德莱德 又从阿德莱德呢到的这个爱里斯泉 就是澳大利亚的中部 又从爱里斯泉呢返回到这边的奥古斯塔港 然后呢在一路的向西到了这边的破尔斯 最后呢一路北上到了达尔文 最后呢又到了凯恩斯到了东部 从凯恩斯这边到布里斯班到悉尼 坎肥拉最后呢又回到了墨尔本 就这么一个线路啊 总共两万一千公里 两万一千公里的路程呢 我花了差不多两个多月吧 不到三个月 总共费用呢是这样子算的 因为前期呢二十多天我是跟余哥组队啊 所以呢我们就是每天都有这个记录嘛 总共花了多少钱 我现在呢是准备就是接着算就是我跟余哥分开 我从破尔斯开始到这个回到墨尔本这边 总共花了多少钱 也算一下这样的话 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或者是有想法到澳大利亚来自驾的话 就有一个算是参考了啊 算一下这个账很好算 因为我每天都有一个合计功能 只需要计算一下就好了 85 123 109 66 我每天都有记录的花了多少钱加了多少油 137 我先算一个总数 最后呢再算一个加了多少油 137.8 加上182 122 再加165 146 加上343 加上107.45 加上52 加上152.2 加上19 再加143 加60.7 嗯 好了 最后算下来是10417 10417 我刚才呢又复查了一遍 确实是这个数字 就是10417 这个是已经包含了我跟鱼哥组队的2012天 我们两个总共花费了4463块钱 已经包含了啊 我现在那乘以这个4.75的汇率 就平均汇率 总共差不多就花了49,480块钱 还不错 49,480块钱 算一下写一下 49,480块钱 我现在算一下我总共就是抛开鱼哥支付的那笔费用的话 我总共花多少钱 10417 减去那个2168 就是鱼哥出了2168澳币嘛 我呢是个人花费是8249澳币啊 乘以这个4.75 我本人呢是用了39,182块钱 就是约等于4万 嗯 还可以 买车的话 买车的话 花了两万三 买车两万三 然后我又买了大概三千多块钱的养路费 就是注册费 就当是买车 车费就花了两 两万六 两万六呢 加上这个 就当四万 总共也就是个多少 六万六千块钱 就这么一个 六万六 我觉得还行 对吧 因为这个车还要卖嘛 这个车我估摸着还能卖个一万多 所以说我总共估摸着就是 成本下来的话 应该是个五万多块钱 就是开了个车还傲一圈啊 我这个价格呢就算是 最便宜了 因为我基本上离开鱼哥以后呢 我就 全部全部全部都是住的房车营地 或者是甚至连房车营地都不是 就是在随便一个停车场睡一觉 免费的那种 所以呢 大家如果说想要还傲呢 我这个是最便宜的价格 就是最低的价格 可能真的是要花五五六万 如果说你们 但凡是想要住汽车旅馆 或者是住酒店 或者是住房车营地 住的更多的话 可能这个价格 会再翻上个 翻一翻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这边住宿非常贵 所以说呢 正常的一个 我觉得要是租个房车 然后绕一圈 尽量的住房车营地怎么样的 各种价格 我估计这真的是要七八万块钱 甚至小十万块钱 都是有可能的看见多少人 而且呢我还是 处于一个 基本上都自己做饭 就早上呢自己做 晚上那顿自己做 中午偶尔呢就吃个汉堡 我也没吃过其他东西 因为其他东西也没有的 要吧 这就是华欧的这么一个费用问题 3237就是加的油钱 总共的 就从摩尔本出发到摩尔本 乘以4.75 油费总共花了15,375块钱 就是油费啊 15,375 嗯 这个除以这个怎么算呢 跑了21000公里嘛 除以21000 每公里呢折合下来是 0.73 7毛3 3237 除以这个 10417 10417 10417 31 意思就是我总费用中 31%是 燃油 这占比还还行 对吧 因为我 就是大头算燃油啊 我吃的话就自个做了 猪的话就是 怎么便宜怎么来 甚至很多时候我都是住宿不花钱的 因为我就是住在 什么公园门口啊 麦当劳门口啊 什么的 这也是省钱的妙招 好了 基本上这个数据呢就告诉大家了 可能我这个只能参考 好 哥正容 这种水平啊很难复制 一般人的话扛不住 真的太累了 就是属于一个 把这个还傲的 这个就是 节约钱的这个已经是到极致了 我觉得我是到极致的 所以说都要花这么多钱 你们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一个double 就是至少得准备个小十万块钱 人民币 你才有可能还一圈 你要是两个人的话 你准备怎么也得准备个十二三四万 这么一个水平 而且你还得租一个就是像样的房车吧 房车租的话我觉得也蛮贵的 因为我也没问过 没考虑过 反正个人建议就是 没事干 别学我 因为环澳 比你们想象中的要无聊 就是他很多地方呢 都没什么景色或者是景色太单一了 看的都已经审美疲劳了 你就只想往前开往前开 就是非常的枯燥 非常的不聊 就是到了这个东部地区 或者南部地区这边呢 还有点意思 其他地方真的是你看得够够的 还有就是中部地区呢 就看一个大石头 就那个二十四岩看完以后呢 就 然后就得远路返回那种呢 走个几千公里 所以呢大家我个人建议啊 就是澳大利亚旅游嘛 你就坐飞机 溜达一下或者当地租个车 比如说你在布里斯班玩 你就在布里斯班租个车 玩玩上个三四天四五天 你在凯亚斯玩 你就凯亚斯租个车 然后悉尼啊摩尔本啊 这边玩好像 也不太需要汇租车 因为都城里头了 是不是 就这样了 然后呢 个人建议啊 最好呢还是 四个人 就租上一个房车 这样子的话估计更省 这样子怎么算的一个账 反正我也没搞懂 因为我也没试过 没什么发言权 但是我个人建议呢 还都是四个人左右 这样组个团 租上一个第二把也那种房车 就是有两张铺的那个大铺 那个可以或者是 两个人睡车上 两个人睡帐篷 这样子就比较节约一点 你偶尔呢住一下这个酒店 就这样子 玩的话花不了多少钱 就是澳大利亚 它这个景点的费用呢 都不是很高 因为很多都非常便宜 因为它毕竟只是看一个自然风光嘛 就没啥了 然后项目的话 也有贵的 但是我都没怎么体验完 因为 节约 就是 也不太也不太也不太追求那些东西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差不多到这了 哦 顺带一提啊 我 环澳 溜了一圈 开了这么久 这么多公里啊 我没有就是超速 因为我的那个车也不允许我超速 我就是跟着限速走 甚至是比限速还要稍微低一点的水平 就慢慢的悠悠悠的开 因为我也不着急 然后呢 只要你不超速也不违章 你几乎是 看不见这个警察的 就是 我绕了这一圈呢 刚开始出发的时候 我心想 哎呦 万一这个警察查车是不是 我 首先我要拿出我的中国驾照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又要拿出我那时候做好的那个 驾照的英文翻译件 给警察看 我当时还做好这样的预案的 结果呢 确实只要你 就是正常的行驶 不要违规 不要超速 警察是不会拦下你的 就是这 这两万一千公里啊 这绕了一圈 没有哪个警察说 是把我拦下来 查个车 什么出示下你的这个证件 怎么样的 没有的 我就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神奇 真的 没遇见警察来查车 知道吧 只要你 合法 只要你这个守规矩 也不要乱乱折腾 那么超速的话 那你怪谁是不是 而且这边的罚单非常吓人的 知道吧 千万不要在澳大利亚 超速或者违规行驶 什么闯户呢 什么的千万不要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这边开车的话 其实你自然而然的 你就会进入 他的那个开车那个节奏 就是大家呢 都不是很着急 知道吧 就是这个路 就这么窄 两边呢 就是双向两车道 偶尔呢 有一个这个超车道出现 大家都是你在前面走 我就跟着走 限速100呢 大家都跑的都是100 就这么个速度 所以说你也没机会超车 很少有机会超速 尤其是在这个东部 南部这边的 这个就是比较 人口密集的区域 但是你到了西部那边的话 就是处于一个限速 有的时候110 像北领地是130 知道吧 那时候车又少 你随便跑 知道吧 只要你不超速 绝对不会说是有脚印来下你的 这是我已经是充分验证的 好了 这个视频呢到这结束 我呢是一个人也算是完成绕了一圈 我觉得对我来说的成长呢 就是我就是第一次到这个发达国家 西方社会来生活了这么久 是不是 然后呢英语呢是听力增加了 因为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呢 澳大利人人说英语我真的听不懂 然后那样子 我就觉得这跟我以前好像听的都不太一样 是不是 我以前听的都是 确实是那种野路子的音语 来到正规的地方 反而发现听不太懂 其实他们这边有很多地方呢 有些人也说方言 或者说澳大利亚式的那种音语 就是有点发音各种不太一样 现在的听力呢变好一点了 就说人家跟我说啥呢听得懂 还有就自己的表达也比前面更好了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阅读能力啊 因为你一直生活在那个环境嘛 又是开车 然后住房车硬帝怎么样子 有很多东西呢 你就必须要去自己去清理轻微 什么打电话呀 或者是去预定位置呀怎么样子的 总体来讲的话 就是我自己的英语水平确实是提高不少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然后呢就是做饭 因为你环澳旅行啊 你千万不要想着 哎呀我在外面吃就好了呀是不是 有餐厅呀什么的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因为你环澳的时候呢 到了大城市 就比如说像样的大城市 才有那个像样的餐厅 或者是有中餐吃 或者有亚洲餐厅吃 其他的小地方呢 可能真的只有汉堡 有的地方连那个麦当劳都没有的话 就是那种就是当地人开的一个热狗店 什么的一个披萨店什么的 它只有那点东西 就是澳大利亚人不太会做饭的 所以说呢 你们要是想着 环澳一圈的话 你首先呢得带一个好厨师 当然你也不用带 无所谓你只要带个佐料就行了 你自然而然的呢 就被迫成长为一个厨师 对吧 像我一样的 哎呀没责呀 你看我一天开车 可能真的好几百公里 六七百公里甚至 我晚上呢都吃不到东西吧 是不是 我就得自己研究做个饭 你要是不做饭的话 你就饿着吧 那那个饿肚子的滋味 谁也省不了 他而且他那边呢是 每天早上营地都是十点钟推放 澳大利亚全国都是十点钟推放 所以呢 你要是自个儿不做点吃的 你想到我的大县上去 是吧找个早餐店 是不是好好吃个早餐 想都不要想 几乎都不可能 你知道吗 你自己不做点东西 你就饿着吧 就是他是属于一个服务呢 几乎是没什么服务的 是吧 就住房车营地或者住摩特 全靠自己 是吧 就澳大利亚来旅行 就尽量的靠自己 什么都不要都不要想的 我靠什么别人来做饭吃 或者是我到大街上去买饭吃 那不要想了 不要管 几乎是不可能的 好了 基本上该讲的差不多了 最后说一句吧 也不太建议大家一个人开车还奥 因为真的我觉得蛮危险的 真的 万一因为很多地方都没有信号 出城就没信号 信号或者非常弱 我也就是我 开车技术好 没有出过任何事 真的 反正我不太建议大家一个人还奥 你要最好组个队 有那么个三四个人 什么是两个车什么的 或者一个方车 是不是 这样子的话 有个啥事 有个照应 有商有良的嘛 千万不要学我 我这个 我这一趟真的是 哎呀够够的 就是我就说 钱呢也没少花 跟他说嘴没少受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 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